- 其實我也很驚喜,這次的設計師來了 給熱烈一點的掌聲,由日本遠道而來的 Shiomi-san 你來的時候也是衝著Shiomi-san來參加的 那你本身對他的認識有多少? - 我知道Sherwood R是他有份的設計 - 很喜歡Shiomi-san,1A,我很想買的M1ST - 都看他的設計 - 還突然有M1出現,而且是他增添的,我覺得這次挺有驚喜 - 作為M1ST的用家,就是日本版 - 當然想來看M1跟它的差別有多大 - 當你戴得很安靜的時候,你沒有那種融融感 - 一給它一聲的時候,很平衡 - M1ST 即日版是明顯尖一點,尖銳一點 - 都可以足夠的聲音出來了 - 無論是左右或上下都已經出來了 - 我們用回M1,然後聽日本歌的話 - 就會顯示得到,相對地人聲會飽滿一點 - 但是就會少了那種很尖、很鎮定的立體感 - 另一個差別是低音上面 - 低音上面應該是M1會複厚一點 - 會比較豐富一點,很有能量的 - 首先給你一個掌聲 - 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請到這個新產品 - M1的開發者 - 由日本遠道而來的Chiomi 先生 -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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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解 - M1一隻全新發布的耳機 - 一個closeback的耳機 - 也會有一隻 - 之前二、三年都推出的 - 一個open-type耳機的MDR和MV-1的講解 - 所以我的耳機是在這裡 Chiomi 先生相信大家剛才都知道 - 他有很多製作耳機的經驗 - 加入了Sony - 看他的樣子這麼年輕 - 其實已經是15年了 - 由2013年跟Sony Music一起合作 - 合作MDR10RC - 到可能跟Sony Picture製作WHL-68 - 上一代製作MV-1 - 給大家的 - 相信大家都有製作的寶貝 - 和Sony Music的製作寶貝 - 這款MDR-M1是封閉式的耳機 - 主要的用途是在錄音程序上 - 亦都在運音程序上 - 相信這三個程序 - 做音樂時最需要去process的地方 - 首先我會介紹的是Sony's evolution - 相信大家看到他的手部動作 - 都知道在聲源的演變 - 由之前的Analog - 由可能是一些機器帶 - 之後會演變成一些數位 - 可能是CD的聲源 - 而最後到現在的時代 - 都會很追求一個high-res的音源 - 雖然MDR-7506在數位時製造 - 但隨著這個時代的音源變化 - 我們的產品一直都會有變化 - 所以就會有這隻M1的形成 - 所以這次開放了 - 製作由Super Raw Frequency - 5Hz 到Super High Frequency - 80kHz - 其實這隻耳機都配備一個超級廣場的 playback - 超寬頻的播放 - 在不同的錄音過程中 - 可能在人聲上 - 或是音樂的音樂上 - 其實他們都需要採取一些清晰的音效 - 所以超寬頻的播放 - 令到他們所有的音效都可以完全採取 - 5Hz 至80kHz - 就是一個最適合Creators製作音效的範圍 - 其實這一個Driver Unit兩個是一體的 - 其實有兩部分最主要 - 一邊就是邊緣位置 - 第二部分就是中間的Dorm位置 - 邊緣位置都要保持柔軟度 - 才可以令到低頻重現 - 而中間的Dorm位置最主要是有硬度 - 才可以令到中頻和高頻都可以清晰地出現 - 而旁邊的柔軟度就會令到低頻的出現更加清晰 - 所以他們在製作這個Driver Unit的時候 - 都試過很多不同的demo - 試過很多次 - 令到音樂的真實性全都會提現出來 - 所以用了這個Driver Unit - 會保持柔軟度的調節 - 會保持高頻度的高頻度 - 也會保持高頻度的調節 - 會保持高頻度的調節 - 特別是在低頻度的調節 - 這個Beat Respond Control -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Pro Audio的耳機 - 都會有這個調節的調節 - 其實我們在耳機裡會有一個通風孔 - 通風孔的作用是可以令到 - 鎮膜的動力更加優化 - 令到低頻重現更加細緻 - 我們有很多耳機都跟很多創作者合作 - 左邊Mike是我們Sony的主導師 - 而右邊Aki是一個錄音和混音的工程 - 他們都會在耳機調音上 - 都會給了Shiaomi很多創作力感 - 和一些經驗的分享 - 當他們有一個創作者的 - 他們都會作調整 - 務求令到耳機出的聲音 - 和在Studio的控制室出的左右兩個聲音 - 是一致的 - 為何鎮膜的構圖需要 - 其實在錄音的時候 - 戴著一隻耳機 - 歌手會聽到他即時唱的聲音 - 但如果耳機不夠密閉的話 - 麥克風就會很容易採取到耳機播出的聲音 - 所以一個好的耳機在錄音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 除此之外 - 在Edgineer混音的時候 - 他們都需要隔著外面的環境聲 - 才可以讓他們清晰聽到音源的細節 - 令到混音的狀況更加理想 - 耳機很重要的 - 當他們在錄音和混音的時候 - 會有6小時 - 耳機可能要用六個小時或十個小時 - 為混音的動作和過程 - 所以一個輕量的耳機在頭上都是很重要的 - 否則會很硬 - 耳機除了輕輕之外 - 耳前都很重要 - 所以在他們設計這個耳前的時候 - 他們專用了一些低回彈力的PU - 所以他們帶在耳朵上會更加貼合頭型 - 當他們聽一些低頻率的聲音的時候 - 因為耳朵被包得很密實 - 所以聽這個低頻率也會更加好 - 耳朵是非常舒服的 - 這個耳機包含了兩鍵 - 我們在這裡都配備一個2.5A和1.2A的鍵 - 可以方便在2.5A的時候 - 可能在Studio的用途上面 - 可以夠長 - 而1.5A的鍵 - 亦都可以給你方便帶出街 - 或者用來VC用 - 或者Wattman用 - 在一個耳機裡面的JACK - 他們都會有四層 - 因為那條鍵有四個音 - 所以最後它都會令到HIRES的音源 - 都可以透過這個鍵盤 - 可以在耳機上播放給大家聽 - 這是6.3mm的Adapter - 和3.5mm的Adapter - 亦都可以用在Studio不同的器材 - 而3.5mm的Adapter - 可能當他們去到Home Studio - 用來做一個AI Tuning的時候 - 都可以插進PC - 用這個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的軟件 - 一起用 - 而這隻MV-1 - 就是一隻Sony第一隻Open Back的耳機 - 最主要是呈現一個空間音效給大家 - 為何要有Open Back的MV-1一隻耳機的出現 -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 因為Spatial Sound的Trend - 在近年都很判斷 - 所以我們都覺得Open Back的耳機的需要性 - 而第二件事就是 - 可能是COVID的時候 - 很多人都會把一些工作室 - 搬到Home Studio上面 - 但知道可能在Studio - 要擺放13個channel的speaker - 去做Spatial Sound - 其實是很貴的 - 如何可以打破這個Course - 和Dawed的界限 -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這個360 - WorkMix Creator - 即是一個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 去製造這個Spatial Sound - 如果在家裏 - 用這個Software做這個Spatial Sound - 他們都一定要配備一隻 - 都具有空間感的耳機 - 去支援他們的Mixing工作 - 而MV-1就是他們最好的合作夥伴 - 他們最主要的功能 - 他們最主要的功能 - 所以當它加了一些添加 - 到原本的Original的聲音上 - 需要用一隻透明度高的耳機 - 即是開房式的耳機 - 去聽一個音源 - 才能更清晰的聲音質 - 而且在Closeback的時候 - 他們會很容易有些RARARAR的聲音 - 即是一些太靜時會發出的聲音 - 平時很靜的房間都會聽到的 - 會影響到它們在Mixing和Mastering的時候的製作 - 我們使用Open Back Type - 而Open Back Type的耳機 - 我們使用Aluminum Open Back Housing - 這隻耳機是用Aluminum去製造的 - 其實這個材骨的好處就是很輕 - 亦可以容易製作Open Back的耳機 - 我們使用Diapan會用了一個特別的紋理 - 因為Open Back的耳機需要一個波紋的紋理 - 令到低頻率的呈現更加好 - 因為它需要的彈性會越高 - 而右邊也會說到 - 其實我們有三個封封口的耳機 - 我們需要平均地分散 - 令到音樂的失真會減低 - 這是Xiaomi在創作MV1的工作照 - 她在每次Engineer聽完耳機後 - 有些留言給Xiaomi - 她會立即拆開耳機 - 再調整 - 配合Engineer的期望 - 給你的照片 - 這隻耳機的機身也很輕 - 而且她用的耳機是防鏡皮 - 所以嘗試配戴也會很舒服 - 這隻耳機本身設計上是專用的 - 所以我們配備的耳機 - 都會是6.3mm的耳機 - 配2.5mm的耳機 - 方便在Studio使用 - 這就是全部的Line-up的 - 專用的標準 - 756mm的耳機 - M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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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MV1都會支援5-80pHz - 我們之前在網上收集了大家的問題 - 在這個M1ST和MV1 - 兩款不同調音的耳機 - 取向的耳機 - 上 - 會推薦聽到甚麼類型的音樂風格 - 兩款都是專用耳機 - M1ST可以聽到更細節的聲音 - 而且你會聽到的感覺 - 好像很接近的聲音 - 這個可以更加好感受到音樂力量的感染力 - 另外 細節的位置可以聽得比較清楚 - 而MV1 - 因為是一個開放耳機 - 而且設計是為360 - 理論上聽聽 - 立體聲音也不錯 - 但會比較容易聽到 - 現場環境和空間感會比較多 - 可以嗎 - 可以 - 給我一點掌聲 - 近年 Xiaomi 作品都有針對不同的用途 - 設計上也有很大的難度 - 會不會代表舊型號做不出相應的功能呢 - 現在的音樂風格的音樂風格已經改變了 - 現在不是純粹在工作室混音的工程師增加了 -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工程師都衍生了 - 可能Web From Home也有 - 或者直接在街上做Mixing也有聽過 - 所以他們不得不多次訪問不同的創作者 - 去最終確定他們的產品規格和音質 -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挑戰 - 但他們也學了很多東西 - 此外MV1的主要原因是 - 因為回應近年一個Space Sound的新音樂 - 所以他們在這裏作出了改進 - 令到發揮空間聲音的訊號處理的時候 - 做得更加好 - 不是單止要處理音質 - 亦都要處理定位和空間呈現的效果 -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挑戰 - 專業的耳機分為Recording、Mixing、Mastering - 選擇耳機的時候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 音樂製作的過程主要分為Recording、Mixing和Mastering - 我們創建了M1和MV1 - 來去追求每個過程所需的聲音 - 其實大家看圖索棋都知道 - 它有很簡單的 - 有Match和Best Match - 你看到黑色點就是Best Match - 即是超配 - 空點就是配 - 打橫的就是補配 - 大家可以認證自己 - 因為兩種耳機不同的取向和做法 - 用起來都不同的 - 當然有很多專業的朋友 - 會去選擇的時候可能會留意 - 既然你設計很多模特兒 - 哪種模特兒是你最喜歡的? - 所有它製作的產品 - 它也是很喜歡的 - 但是對它來說 - 最刺激的產品就是MDR- Z1R - 因為這隻手機是在2016年發佈的 - 而這隻手機剛好是她家人女女出生的年份 - 但這隻手機對它來說是有一點特別的意思 - 我想問問我一個玩家聽過的 - 它有沒有4.4層給我用? - 這是4.4層的產品 - 用這隻手機是沒有4.4層的線 - 但這支手機就需要用第三方的線 - 但詳細就要來看比度方法 - 我本身買了兩對入了Z1R - 加了第二款Z1R - 每一款兩對 有沒有考慮會出新一代的211R 如果一出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令到它更加可以驚人 Sorry, I don't know Gunthana 強制暫時未可以有任何消息透露 請留意我們Sony 香港的Facebook 獲得更加多的最深資訊 我正在用211R 我想問那條線呢 其實我覺得它會有少許 撕掉我的肉 那為什麼要我們去拿一些 其他貴的線配上耳機 效果會更加理想 為什麼這條線不是和耳機 是應該一致發展得最好為止 IER 7L和那條Cable 其實他們已經在用Sony 我們試過不同的方法 而今次我們這個混合是Sony 我認為想推介給大家是最好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始終不同的人 對聲音 或者是音樂 都有不同的選擇 或者是要求的 所以我們都不會說 不推介 或者是大家都可以 根據自己個人的喜好 去配合 和你們覺得適合的線 去使用IER 7L 其實你的聲音是 扮演新的聲音 所以說 如果你的動圈 就是分為Edge和Dome 你認為是否是2way的聲音 如果你的新的聲音 或者是有3way的聲音 或者是更多的話 如果用EER 4L 如果用EER 4L 會不會 動圈會限制 會不會加多些部份 會不會加多些部份 Sony 配戴上面的話 就好像剛才所說 可能會長時間配戴 就會有頸痛的問題 經常都要看醫生 就不太好 所以他們反而 反過來 就是在Driver Unit 的物料上 怎樣可以做到 中間那裏 可以出得到 他們要的高中頻 後面低音的低頻 亦都可以保持得到 這個反而就是他們的目標 嚴格來說 頭戴式耳機 不會建議用 Hybrid那種做法 來做單元 這是我們在電視台製造的 平時我們都用上一代 的Closeback耳機 做一些收音的東西 我們之前都有用 你們MV-1的東西 但問題是 它是一個開放的東西 開放的東西 開放的東西 在我們做一些錄音 一些Live Show 一些錄音和Mixing 上面 就會很被現場的東西 會影響到的 我們想知道 MV-1 可不可以改善到 MV-1的缺點 MV-1 不可能 MV-1 比喻更好 MV-1 4 特別的音 MV-1 是開放的 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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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飛到日本 去製造一個 私人扶音的 Jetseer 我想問 如果 耳機會不會有 這個 開放的 Jetseer 總括而言 就是Jetseer 因為它有兩款 Personalization 一款 就是耳母本身的 形狀 另外就是 Sound Tuning 但是 按Hephone 或者MV-1 或M1來說 比較難 可以實現 暫時未有這個計劃 去有Personalization 的 功能 但是如果是 其他耳機的話 其實 Within Hephone Connect App 已經有一個功能 不是讓你去Personalize 你自己的 音樂 的 preference 所以 如果是問 有沒有Plan 的話 就是沒有Plan I'm a user of the M1ST model which I bought in 2019 so I think everyone wants to know what ar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In Hong Kong M1ST they cannot get ST 就是專貨入本 而他們本身 Sonic Music 會用的 還有ST 最主要就是 中高範上 會明顯更多 而耳機 在細節位置 你會看到 M1ST 和M1的分別 M1 是全世界的 歐美音樂 都是一些 比較重 低音 比較多的取向 所以兩者 其實有兩種 不同的音色取向 可能 看來以為 日本版和國際版 但其實在調音 或者整個音色 都是不同的 Yomisa 都有兩種 他給我們看 上面那個是氣孔 上面耳朵頂上 有一個排氣孔 ST是小一點 這個M1是大一點的 以及耳朵的單元 離開耳朵的距離 M1ST 都是薄一點 以及近一點的 這也是反映 它要突出人聲 以及高頻的位置 這個就是日本聲 簡單來說 我們再次給點掌聲 Shuyomi 另外 Shuyomi Pora 所有Sony的同事們 兄弟們 Sup!